女排最新三消息 28岁朱婷签大合同 63岁郎平获值较有变 56岁蔡斌遭粮打击 大家好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题 继续关注女排方面的三个消息 首先第一是28岁朱婷近日官宣签了大合同 虽然刚刚参加一甲联赛的朱婷打完了比赛 但还需要休整才能够回归国家队 不过朱婷养好伤病 相信很快就会回归 近日关于朱婷下赛季去到哪只一甲联赛球队 现在已经有了答案 根据意大利斯坎迪奇女排官方宣布 中国女排球星朱婷与俱乐部续约至2024年 我们也期待朱婷能够尽快回归中国队 第二个消息是63岁郎平执教有变 之前有消息爆料说郎平要执教米兰女排 最近消息郎平有可能会去吐超联赛豪门球队 第三个消息是蔡斌遭受两打击 首先第一是女排试联赛一直敞开大门 等待回归的两张王牌 朱婷和张长宁 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办法回归 新赛季仍然得靠着现有的阵容去拼 压力巨大 第二个就是蔡斌抛弃了丁霞 姚迪等老将 启用了球迷们并不看好的小将 实在令人意外 自然争议也不少 还有网友指责袁新月整个赛季没有打一场比赛 现在还继续担任队长 总之蔡斌带领的女排队伍 今年赛事任务繁重 还要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打击 实在是难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 比赛事情